吕蒙还没来得及受风便疾病发作 孙权把他接来 安顿在刑馆的侧房 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疗和护理 让大府为吕蒙针灸 孙权为他的不幸感到愁苦悲伤 想多去看望几次 又恐怕他接见自己太劳累 不能好好休息 于是只好在墙壁上挖个小洞 经常偷看 见吕蒙可以吃很少量的食物 便高兴地回顾左右 不然的话便哀声叹气 夜不成眉 看来这孙权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好男儿 吕蒙的病渐渐好了一半 孙权便下令赦免罪犯来表示庆贺 文武百官都来喝喜 不久 吕蒙竟然去世 他享年四十二岁 看来呀 之前的逐渐痊愈是回光返照啊 孙权悲痛万分 命令三百户人家守护他的坟墓 后来 孙权跟陆迅评论周瑜 鲁肃和吕蒙时候说 周公瑾有雄心大志 胆略过人 因此能打败曹操 攻去荆州 很少有人能够跟他相比 卢子敬经周瑜的推荐和我相识 我与他闲谈 便谈及建立帝王大业的远大谋略 这是第一件痛快事 后来 曹操接着收服刘从的声势 扬言要亲率水军陆军数十万同时南下 我询问所有将领寻求对策 谁都不愿先回答 问到张昭秦松时 都说鹰派使者写好公文前去迎接 卢子敬当即反驳说不可 劝我迅速召回周公瑾 命令他率大军迎击草草 这是第二件痛快事 此后 他虽然劝我把土地借给刘备 这是他的一个失误 但却不会因此损害他的两大贡献 周公对一个人不求全责备 所以我忽略他的失误 而重视他的贡献 常常将他比作邓语 吕子明年轻的时候 我认为他只是不怕艰难 果敢不怕死而已 但是他年长以后 学问越来越好 韬略常常出奇制胜 仅次于周公瑾 只是在言谈才华方面不如他罢了 谋划消灭关羽这一点 却胜过鲁子敬 鲁子敬给我的信众说 成就帝王大业的人 都要利用他人的力量开路 对关羽不值得顾尽 鲁子敬实际上不能对付关羽 所以要抹黑关羽 为自己开拓罢了 我原谅了他 没有苛刻之责 因为他行军作战 安营助手 能做到另行禁止 他的辖区内 官员都尽心尽职 治安良好 路不时宜 他的治理方法 还是很好的 孙权和于晋 乘马并行 于帆斥责于晋说 你是个俘虏啊 怎么敢和我们主公 并马而行呢 举边就要抽打于晋 孙权呵斥 制止了他 孙权臣服之后 魏王曹操赵张辽 等各路军队 回来解救帆城 尚未到达 帆城的包围 已经解除了 徐皇整顿好军队 回到摩碑 曹操亲到七里之外 迎接徐皇 大白酒宴 款待重僵士 魏王举杯对徐皇说 保全帆城 襄阳 是将军的功劳啊 又重赏了环街 任命他为尚书 曹操对荆州的残余民众 和在汉水两岸屯田的人 有遗迹 想把这些人 全部迁徙到其他地区 司马懿说 我们在荆楚一带的力量 还很薄弱 容易发生动荡 关羽刚刚被消灭 那些作恶的人 或藏或逃 在等待观望着 如果迁徙那些善良的人 既伤了他们的心 又是那些离开的人 不敢再回来 曹操说 你说得对 从此以后 那些逃亡的人 果然都回来了 魏王曹操上表给皇帝 推荐孙权为 票骑将军 授于福节 兼任荆州墓 封为南昌侯 孙权派校尉梁豫 入朝进贡 又将被俘虏的 朱光等人送还 尚书向曹操称臣 劝曹操顺应天命 即位称帝 曹操把孙权的信 给大家看 说 这小子 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 势中陈群等人都说 汉朝的统治早就已经结束 并非是结束于今日 殿下您的功德 如同高山一样巍峨 天下人都寄希望于您 所以孙权在远方向您称臣 这是天意呀 所以我们义苦同生地说 殿下应当正式登基称帝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曹操说 如果上天要我做皇帝 我还是当周文王吧 写资质通鉴的司马光说 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 而俗力却不加重视 风俗是天下的大事 而雍军却疏忽大义 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 才知道教化和风俗的益处之大 功效之深远 汉官五帝恰逢汉朝中期衰落 群雄风起天下大乱 他以一介平民的身份 奋发起兵 继承和恢复了祖先的事业 征伐四方 终日忙碌 没有空闲 仍能够推崇儒家经典 以兵客之力 严聘儒家学者 大力兴办学校 长明礼乐 武功器完成 教育和感化的德政 也普遍推行开了 接着是明帝张帝 遵循先辈的遗志 亲临辟庸 爱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更 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 上子公卿大府 下子郡县官吏 全都选用 熟悉儒家经典 品行端正的人 就是虎奔卫士 也都学习孝敬 雄奴贵族的子弟们 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 因此 教化建立于上 风俗 情成于下 忠诚 厚道 重视道德修养的人 不仅受到高官的尊重 也为百姓所养物 卑鄙 邪恶 下流之徒 不仅不被朝廷容纳 也被相离比弃 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 教化风俗之好 还没有像东汉那样 行圣过的 可是 到汉河地之后 皇亲国旗 独善大权 坚定小人 得势忘形 上罚没有标准 贿赂攻行 贤良 愚猎不分 是非颠倒 可以说是 一片混乱 然而东汉 仍旧能够延续下去 不至于灭亡 原因在于 尚有 公卿大府 元安阳镇 李固 杜桥 陈藩 李雍等人 不惜冒犯龙颜 在朝廷上 聚礼力争 运用公义 挽救威王 下有 身为平民的 芙蓉 郭泰 范康 许少之辈 通过民间舆论 矫正已经败坏的 社会风气 所以 政治虽然污浊 而风俗 却并不 颓唐衰败 甚至有人甘愿冒 辅阅诸杀的危险 前面的人倒下了 后面的忠义之心 更加激愤 紧紧跟随 虽 接种被杀 仍 誓死如归 这难道只是 他们几个人的 忠正贤德吗 也是汉光武帝 明帝 张帝 遗留的教化 是他们如此 在那时 如果有贤明的君主 发奋振作 则汉朝的统治 仍然不可估量 不幸的是 经过伤害和衰败之后 又加上 昏庸暴虐的 环帝和灵帝 保护坚硬 胜过骨肉之亲 屠杀忠良 胜过对待仇敌 百官的愤怒 积压在一起 天下的不满 汇合到一处 于是 和尽从外地召来了军队 董卓 乘机夺权 袁绍等人 以此为借口 向朝廷发难 使得皇帝流亡 宗庙荒芜 王室亲父 百姓遭殃 汉朝的生命已经结束 无法挽救 然而 各州郡掌握军队 占领地盘的人 虽然你争我夺 互相吞并 却都尊崇汉朝 把汉朝的名声 作为号召 魏武帝曹操的粗暴强横 加上他在天下建立的大功 可以看出 他想要取代君王的野心 已经是蓄谋已久 但是 直到去世 他都不敢废掉汉朝皇帝 自己取而代之 难道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 还是畏惧名义不顺 而克制自己的欲望吧 由此看来 教化 怎么可以轻视 风俗 又怎么可以忽略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